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位松岛泰盛 是大概应该是这一波运动里面受到启发 去走他的一条路 这个运动反基地运动 本来就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地方主义 地域主义regional的这个色彩 但他也没有连接到流毒 一直是一个微妙的话题 因为在日本人士的称职里面 就是流毒一提出来事实上是很爆炸性 日本式的方式是说不讲之后 一旦讲不出来那是不是很爆炸性 所以他们事实上有没有是一个隐而不显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话题 每个人都在谈在想 但是他们真正在实际的运动层面上 他们始终停不在体制内 所以刚刚提到大田昌秀跟中央之间的关系 他们都透过那个 日本国内部的法律程序在进行 所以你看不是有什么一个要分离 但是其实已经有那个 日本式的政治比较慢热了 但是一热起来也很可怕 那松岛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受到影响 那这个人 他现在在东京都有一个叫刘寇在农谷大学 教经历史 他是早稻田大学 政经学部 我也在政经学部教的书 他的老师就是西川润 西川润人台湾有些人会知道吗 就是那个早大的台湾也就是地院所长 他的爸爸叫西川满 西川满就是日本时代在台湾的一个有名的文学家 这样子 那所以说松岛太阵是从西川润人也六十出来 后来那个 他跟西川 他在96年的时候 他曾经去担任那个什么 帕拉 帕琉 就是90年他曾经去担任帕琉的 日本中国流领事馆里面的一个 某一个官员 后来他从那边吃了很大的刺激开始去想说 我们冲水人或者我们琉球人哪里是日本人 我们是像塔瑙一样或者像关岛一样 或者像索罗门群岛一样 我们是太平洋的那个海洋民族 他开始把整个的视野从北方往南方 往那整个太平洋出岛去想 所以他开始想象出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 那后来他开始思考一道策略 这个等一下我想应该就可以直接来讲 所以说就开始思考一套流球独立的策略 那我就先看他的策略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谈另外一块的策略 那他自己的话 比如说从大概90年代中后期 就有很明确的独立的想法 那他一套策略是为联合国路线 或者是由外人内的民族解放 他在推动就是说 他大概是简单讲 透过联合国系统去促成联合国 就是等iedo球人的民族身份 然后接着呢 第二步推动要求民族 自觉全部的人在LA 应该都是要求那个叫做去子淋化 他都运用联合国架构 Ben 他都运用联合国架构 лет 联合国的论述 第一步就是说他就先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步是他怎么样去获得联合国 承认说琉球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呢 他用的方法呢 非常有意思 当他把视野从北边往南一看 国际不是往台湾哦 是越过台湾往太平洋 南太平洋一看的时候 他看到官岛看到新卡拉多利亚 看到这些国家以后 他有一个想法 OK 于是他就开始参照这个方法 他就去向联合国的原住民长测委员会 他就去那边拉比 他说我们琉球人不是日本人 我们是冲城诸島的Indigenous people 我们是原住民 所以我们一直我们拥有原住民带有的权利